就唱不出960万平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叶佩英出生在马来西亚 一个普通的华人家庭 虽然在马来西亚长大 但是幼年的叶佩英 在父辈耳濡目染的影响下 从小就知道 自己的根在中国 我家里呢 我父亲他们都因为学了中文 看的是中文报纸 华文报 都是华人嘛 说不会讲外文 就叫华文报 对根国感情是很深的 从小就告诉我们 他说我们不是这儿的人 我们是唐山人 华侨叫祖国 叫唐山 不是河北那个 唐山人 我们是中国人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后 马来西亚许多的华人华侨 纷纷行动起来 为祖国抗击日本侵略 捐钱捐物 当时华人同仇敌愿 踊跃捐款的景象 深深地留在了 幼年叶佩英的脑海之中 我们小学 日本侵华还没到 国内东北已经沦陷 我们就每天三分前的午饭 吃完早饭去上学 三分前午饭 学校每个班 搞一个小木头盒 扁的木头盒 搞的一个这么一个方的 每个名字 学生名字底下有个洞 就你 自愿 自愿捐钱 你可多可少 那学校不管你 就放着 你上学 他就在课室里放着 大家都很自觉 三分钱 中饭了 就拿出一分钱 扔到叶佩英 那个名字底 在旁边洞里头 一分钱 虽然微薄 却代表了当时海外华人 团结一致的抗战决心 正是全体中国人民的 这种凝聚力量 让中华民族历经八年 最终赢得了这场艰苦卓绝的抗战 1945年8月 日本宣布向盟军无条件投降 马来西亚的华人奔走相告 然而抗战胜利 却并没有给马来西亚的华人 带来境遇的改善 他们仍然屈辱地生活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 当时的一件往事 让叶佩英至今仍然心有余悸 放学的时候 我就遇过 一个英国兵在 我们都走回来嘛 很近嘛 在一个路上 就有个英国兵跟着你 你就在心里 当当当当 就他 不知道他 因为知道这些兵也不干 有些兵是不干好事的 很紧张 后来走得很快 我就到了父亲上班的地方 上楼子有几个人 多少台阶没数过 他那天我走得快 又六七个台阶 我爬不上去 我走不了了 我就趴在那台阶 趴在我回头一看 我趴在看看他追到哪了 那个英国兵 就在底下站着笑 那个笑到现在 我都记得很清楚 什么叫猙獰的笑 他那笑就猙獰的笑 当时 有越来越多的 马来西亚年轻人 加入了一个秘密组织 这就是成立于1930年的 马来亚共产党 马来亚共产党 与中国共产党之间 有着密切的联系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 马来亚共产党 一方面把大量 有志报国的青年人 秘密送往中国 另一方面 积极地在国内 开展反抗殖民统治的 民族运动 叶佩英并不知道 自己的亲属中 就有马来亚共产党党员 1948年 马来西亚政府 开始对当地的共产党 进行残酷的镇压 叶佩英一家 也生活在恐怖当中 这一天 叶佩英被父母 严肃地叫到了神兵 我们有些同学 参加游戏队 听说在冲出来的时候 死掉了 我爸爸怕 他给我戴上这个帽子 说我是共产党的外围 所以就让我赶紧回国 不到一礼拜 我就离开 就离家了 就这么样 就打着一条项链去 我就离开家了 一点准备都没有 孤身一人 带着父母给的金项链 这唯一的财产 叶佩英秘密地 乘上了一艘归国的轮船 离开了父母家人 离开生活了 15年的马来西亚 在船上 叶佩英还没有来得及伤心 就被身边一股 强大的自豪感所感染 船上的乘客们 都兴奋地畅想着新中国 新生活 几天后 当叶佩英在甲板上看到飘扬的五星红旗的时候 兴奋和快乐 难以言表 在那船还没靠岸的时候 大家都趴在船弦那儿了 已经可以看到陆地了 就是中国南边的广州内有沿海 那已经看得见了 但是看不清清楚 大家都不离开趴的 那就找着好位置都在趴的 一直跟着靠近 靠近能看见旗杆上的红旗 那时候第一次看国旗 五星红旗 心里头的透亮 每天在船上唱歌 我就把所有的中国歌唱一遍 在船上一样 高兴啊 已经变成了小鸟了 爱唱歌的了 没有什么忧愁了 踏上新中国的土地 叶佩英来到了北京 在叔叔的安排下 进入师大副中学习 老师和同学 对这个外来的查班生格外关怀 这让叶佩英很快适应了陌生的环境 1955年 准备参加高考的叶佩英 为自己立下了一个志愿 报考中国矿业大学 将来做一位地质工作者 我不知道地质怎么搞 反正我就要搞地质 因为当时讲地下 你得搞清地下情况 知道吗 我哥哥就说了 你知道搞地质是怎么苦吗 我说当然知道一定是苦了 没有人去的地方 地质工作者先去 荒芜的什么等等 你现在还是这样 你看那些搞地质 可能是干馒头 咸菜 你现在想吃炒菜没戏 喝冰水 现在一些偏僻 艰苦的地方 还是依然是这样 搞地质是这样 我那时候不懂 反正觉得那一股子 那种情绪 国家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这是主导我们的 国家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 当时的青年的 我觉得我们可能蛮可爱的 比现在青年可爱就在这 旧于心想的国家需要 如果当时叶佩英报考了地质专业 也许今天会成为一位出色的地质专家 然而老师的一番话 却改变了叶佩英未来的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